我从小就看达泰恩长大的 看了无数遍的三剑客 我觉得达泰恩是我一辈子的爱人 所以当我知道三剑客在这边要演 立马就买票了 这一次呢 韩国的整个演出团队 带来了非常多的演员 阵容非常的华丽 舞台调度非常厉害 我一直看那个冠景一直换的时候 我想说后台到底摆了多少东西 能够在台湾看到韩国那么高规格的制作 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除了有百老汇的风格之外 也有比较歌剧的唱功的方式 演员的唱功真的非常的好 听完你会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这一次的舞蹈表演有特别融入剑术 听说所有的演员都还有上剑术指导课 在节目单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武术指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音乐剧 在舞蹈上面很难做到的呈现 但在三剑客里面你可以看得到 不用担心看不懂 因为非常非常的欢乐 故事情节非常紧凑 他们有一两个桥段是会走下台 去跟观众做一些及时的互动 我觉得这对台湾的观众来讲 是非常吸引人的 做了非常多的粉丝服务 这是我之前没有料到的 三剑客是浅显易懂 非常好入口 而且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音乐剧 非常推荐大家来观赏韩国版的三剑客 大家来看真的很值得 英俑和三剑客 DKT 開定